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属于你的伞 宁愿淋雨走路 不是你的菜别生筷子 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 要选择性交往朋友 越是聪明的人在社交上越有自己的思想 并不是依赖人脉去发展自己 事实上人脉就是钱脉 并不一定对 比方说你没有钱的时候 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你 兄弟姐妹都可能离开你 就怕你借钱 你如果依靠人脉 多半是靠不住 真正的人脉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靠人脉 别让无用的社交 占用了你的时间和精力 多点时间去思考人生 努力工作才是正确的道理 真正聪明的人都放弃了这几种社交 希望可以让你进一步认识社交圈 选择适合的自己的圈子 一 虚伪的人聪明的人不会去交往 这样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吹捧 牛哄哄的 是不是你在社交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群人都是有说有笑 非常礼貌 看对方都在夸 这段时间你混得很好了 看你又变白了 越来越漂亮了 你的成功我已经看到了 真的很棒 估计你以后发展潜力无限 越发展越顺利 你要高升了吧 一定会的 这样的话听着舒服 但有智慧的人会觉得恶心 说得太假了吧 连自己都不信 谁相信啊 最搞笑的是 明明看到一个老人坐轮椅上街 别人遇到他还一个劲点夸 你的脸色真好啊 阳光啊 过几天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殊不知老人已经坐轮椅多年 听到这样的话 自己都感觉是在讽刺 心里越来越难受 而不是幸福感油然而生 聪明的人都远离了 虚伪的人群 因为你听着飘飘然的话 会害自己 而不帮助自己 聪明的人懂得忠言异耳 难听的话会虚心接受 好好反思自己 也能尊重对方 真心交流 二 没有真诚的同学聚会 聪明的人去了第一次 不会去第二次 宁愿被人说成不讲感情 同学聚会 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但是慢慢变味道了 就像我们听到的顺口溜 不如开个同学会 拆散一对 十一对 话实难听 但也折射了同学之间 关系的变化 聪明的人不是不参加 同学聚会 而是选择几个 玩得好的同学小聚 因为大家都很珍惜感情 即便多年不见 同学情意还在 也因为平时接触比较多 了解很多 形成了相互帮助的圈子 三 迎来送往的圈子 聪明的人不会参加 真的不必在感情上 事事扯平 礼尚往来 本来是一件好事 是我们的传统礼仪 但是有的人就不同了 他请你吃饭了 你一定要回请一次 并且价格也要对等 否则就不愉快 过后就不理会你了 送礼的时候 你给他了一个西瓜 他一定要回敬你一个香瓜 而不是廉价的土豆 这样的迎来送往 就变成了斤斤计较 看起来很热情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事事要扯平 吃不得半点亏 聪明的人 能屈能伸 大丈夫 懂得与人交往 相互理解 你有钱可以多请别人吃饭 你穷就少请别人吃饭 感情建立的理解的基础上 友谊是帮助的桥梁 以上这几种社交 聪明的人都不参加 只有低智商的人才天天去 因和别人的开心 让自己不开心 还弄堆了时间 坏了身体 你的智商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你的社交圈子 但是你一定会舍去 无用的社交 努力做自己 真正优秀的人 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做一个老好人 什么事情都为别人着想 而任由别人欺负 一个人的优秀 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会守住自己的利益 把自己站在过去的基础上 一步一步走得更远更高 真正优秀的人 都很会趋利避害 不会过分老实 任人摆弄 他们知道 保全了实力 就是守住了发展的机遇 才可能成大器 一 真正优秀的人 很会谈钱 有钱能诗鬼推磨 没钱寸步难行 当你没钱的时候 亲戚朋友看不起 也会失去很多 赚钱的机会 比方说 你发现了一个 投资新业的好项目 但是你身无分文 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机会消失 你要变得越来越优秀 没有钱 怎么可能 即便你不富裕 但要保证一时无忧 才能让自己 去做别的事情吧 一个吃饭 都成问题的人 估计一时半会儿 难成大器 因此 优秀的人 很会谈钱 属于自己的钱 会牢牢把握 并且不乱花钱 即便是骗子 也挖不走 他手里的钱 并且 他可以用钱 去做更多的事情 让自己的人生闪光 二 真正优秀的人 会坚持善良 也懂得拒绝别人 优秀的人很善良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也很聪慧 知道对谁善良 不会对那些 歹毒的人也善良 一个人要懂得 到什么山上 唱什么歌 不能对所有的人 都以改而论 善良没有错 但因为善良 失去了自己的福气 失去了自己的利益 就是一种错误 比方说 你是一个好心人 别人都为你点赞 但是你却用自己的钱 赐助了一个白眼狼 就糟糕了 别人有朝一日 比你更加强大了 肯定会压倒你 甚至击垮你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优秀的人 懂得与自己 同样善良的人交朋友 而不是一次次被欺骗 还对别人微笑 坚持善意的帮助 他知道拒绝了那些 不怀好心的人 自己才能更加顺利成长 越来越优秀 三 真正优秀的人 关键时候会坚持己见 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没有自己主角的人 他们混得如何 估计不会太好吧 从来不按照自己 设定的方向发展 越到后来越迷茫 其实很多人提建议 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是为了保全他的利益 如果你听了 就是中计了 特别是小人的建议 没有安好心啊 比方说 一个喜欢绘画的人 因为听了别人的意见 结果改行去打球 打球到一半的时候 别人说你适合做体操 于是乎 他又去学体操 经过几次瞎折腾 自己也成年了 又开始创业 但是每一次投资 都是做到一半 都放弃了 因为别人再不看好 最后他一事无成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优秀的人会吸纳别人的意见 但不会完全听从别人的意见 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然后走下去不动摇 可以迂回前进 但方向不变 后来肯定会越来越优秀 四 真正优秀的人 会离开无用的圈子 加入对自己有利的圈子 无以类聚人影群分 人与人交往是靠利益的交换 如果你走进了一个圈子 只是损失利益 那么你坚持下去 会失去所有 唯有果断离开无用的圈子 让自己加入有利的圈子 才会有所得 比方说你天天抱怨人生 结果和一群抱怨的人在一起 大家欢呼饿饿过 还借酒消愁 到处借钱喝酒 你的人生就陷入了困境 心理阴影面积在扩大 这样的圈子害人不浅啊 优秀的人会审视度势 避开对自己有损失的圈子 靠近正能量的圈子 比方说他是做生意的人 肯定要加入一些团体 大家集体交流心得 形成强强联手的模式 而不是扶贫模式 五 真正优秀的人 懂得守弱保全实力 不会与更厉害的人对抗 一个人为什么要守弱 就是为了保全实力 不形成敌对势力 要知道树立了敌人 肯定要利益受损失 别人会想方设法地报复你 算计你 坑害你 让你防不胜防啊 在遇到别人更加厉害的情况下 就低头假装自己很弱小 逃过别人的算计 欺负 真正厉害的人 是默默前进 不是与人争夺不休 更不会暴露自己的实力 那些低头走路的 往往走得更远 那些显摆自己的人 往往被人盯上了 坑害了 因此 优秀的人 看起来默默无闻 用低头来保全自己的利益 避开别人的伤害 趋利避害 是一个人的本能 但很多人却在 伤害来临的时候 也过分老实 结果幸福指数越来越低 感觉过得很不如意 真正优秀的人 不会过分老实 而是保持一颗善心 多做善事 但属于自己的东西 谁都别想拿走 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 让自己得到的利益 越来越多 也能让自己的金钱和物质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实现大美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我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